2024年中国两会政府工作报告提出 着眼推进分级诊疗 引导优质医疗资源下沉基层 加强县乡村医疗服务协同联动 扩大基层医疗卫生机构慢性病 常见病用药种类 近日 全国政协委员 北京大学第一医院呼吸和微重症 医学科主任医师教授王广发 接受中心社采访时表示 自2015年在上海开始分级诊疗试点以来 中国的分级诊疗网络基本形成 老百姓因此受益 分级诊疗我觉得这些做了这么多年 其实成效是非常显著的 一个是网络基本上形成了 另外大医院对这种意识也比较强了 基层的整体的能力 包括硬件的建设 包括设施人员 我觉得加强了很多 其实老百姓也受益了 王广发坦言 尽管分级诊疗已经取得一定成效 但当前分级诊疗的弱点仍在基层 建议继续提升基层能力 我觉得现在三级诊疗 分级诊疗 其实弱点还是在基层 就是基层的能力 还是要继续的提升 这里面其实需要 有国家的这种重视 要有相应的资金的支持 还有要有相应的人才的培训体系 我觉得这一点非常重要 王广发解释 分级诊疗还需解决大医院 与卫生服务中心的对接机制问题 在一些省份 虽然进行了分片 但患者并不一定按照政府要求对接 这需要进一步梳理 此外在更多地区 头部医院无法直接对接社区卫生中心 而县区一级医院 应成为分级诊疗的关键节点 社区它能下去 稍微就是有一些疑难 它处理不了的 它能上去 它实际上是处在一个上下连接的一个节点上 我觉得呢 这个层级的医院的能力要加强 因为它的能力加强了 它直接就可以对接到这个社区卫生中心了 它的能力加强了以后 其实往上转的就是真正的疑难为重病人了 它就不是说一般的病人 所以头部医院它承担的任务也就凸显出来 王广发认为 为确保分级诊疗顺畅进行 需要建立一套完善的机制 避免出现大医院吸纳病源 而社区医院无法留住病人的情况 这里面呢 要从医疗的流程 从医保报销 从宣传教育 多方面去入手 真正的把慢病的稳定期的 这个病人放在 这个让他能够留在社区 那么把一些慢病有变化 加重的或者治疗起来 比较困难的这些病人 让他顺畅的流上来